大家好,我是三嫂 今天分享一款外酥泥嫩的蛋挞 先来把蛋挞笔拆出来,解冻 蛋挞笔先让它解冻 来淘淡一点 把鸡蛋打散,加入40克的白糖 也可以加面乳 再加入250毫升的牛奶 再加入100克的淡奶油 把它搅拌均匀,搅到白糖融化 搅拌均匀,来过滤一下 再把蛋挞叶倒进去 不要太满了 全部做好,你就可以上烤箱烤了 烤箱先预热5分钟 上火200度,下火185度 烤25分钟 要温柔一点 蛋挞烤了25分钟,已经好了 嗯,香 蛋挞就做好了 香酥嫩滑,简单又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哇,好嫩啊 太好吃了 我一个人能吃10个 快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